今天晚上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 叫做对耶稣说是 对撒旦说不 如果你可以和我一起来念的话 这个主题我们大手来念 以而来 对耶稣说是 对撒旦说不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主题 可能一看就懂了 我们要say yes to Jesus say no to Satan 这是非常直接的 那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我们从耶稣的生命里面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里面说到 当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 受撒旦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周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 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就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一位经上记着 主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 主 你的神 第八节 魔鬼又带他上了 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以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 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 撒旦就是 抵挡的意思 乃是魔鬼的别名 退去吧 一位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丹要 事奉他 于是 魔鬼离了耶稣 由天使来 伺候他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这几个经文里面 道出了几件的事情 就是 耶稣 在 他被圣灵充满过后 被圣灵引导 到旷野 在面对魔鬼的试探 当圣灵引导他的时候 魔鬼也插一脚 想要试探 来引导耶稣 做神没有吩咐他做的事情 他透过禁食祷告 来胜过魔鬼撒旦 或者来预备自己 面对魔鬼撒旦 一切的试探 四十天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魔鬼就来到他面前 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嘛 你有那么的权柄 既然这样子 你就用权柄 我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给自己吃 但是耶稣他知道一样事情 他没有按照他的肉体的需要行事 因为天父没有吩咐他这样子做 他就没有这样子做 因为他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神一切的命令 也就是说他按兵不动 他知道上帝说什么 他才做什么 打仗的人都知道 按兵不动 是一个打圣仗的 一个非常需要的能耐 有些时候 要动是有时间 要停也有他的时间 我们看见一样事情 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 非常警醒地 抵挡魔鬼撒旦 一切的引诱和试探 他没有体贴的肉体 第二 我们看见一样事情 魔鬼就叫他 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从这个圣殿的顶上 跳下去吧 因为圣殿的底下是很多人 如果他跳下去 完全没有着地的话 按照圣经说 天使会扶着他的手 免着他的脚 着地或碰在地上 如果他从上面跳下去 神必须要回应这个经文 要派天使把耶稣扶在空中 给大家这么一看 每个人就信你了 那不是很好吗 很简单一件事情 但是耶稣基督 他就不接受这样的现意 他说你不可试探神 更重要的是 耶稣基督并没有 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知道人的骄傲 总是想要证明自己有多厉害 耶稣基督没有体贴他心中的骄傲 然后接下来 魔鬼撒旦又给他看了全世界的荣华富贵 一时间看见全世界的荣华富贵 就说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只要做一样事情 你拜我吧 耶稣没有围着他眼睛所看的 名贵的跑车 美丽的房子 人的称赞 而非常地这样子的去 要怎么说呢 去拜这个撒旦 他反而说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在这里我们看见 撒旦用一个人 对人最常用的几种的方式 来试探人 也试探耶稣 耶和义书把它规划成三个部分 在耶和义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说到 因为凡世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意 眼目的情意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里提到三样事情 撒旦常常使用的方法 就是肉体的情意 眼目的情意 今生的骄傲 我们要对撒旦说不 对这个四个方面 第一 就是肉体的情意 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渴望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们 这个要怎么说呢 都是我们要对撒旦说不的 肉体的情意 第二就是什么 今生的骄傲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们都厉害 让别人知道我们比他强 要证明自己 这些都是今生的骄傲 还有什么 世上的荣华 就是眼目的情意 看着别人有的 你也要 看着美的东西 你不能够控制自己 想要得到它 来填补 这个心中的虚荣 第四 就是妥协自己 去敬拜假神 为了得到只有真神 才可以得到的财富和平安 亲爱的姊妹们 你要对撒旦守不 很多时候 但问题是这样子 当撒旦试探人的时候 他并不是用一些明显 可以看得到的方式来试探神 试探我们 他试探人的时候 他不会从世界开始试探你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的这些东西 他总是用一些灰色地带的东西 比如说吃 这些东西 现在用姊妹们 灰色地带 生活中的选择 这些东西可能 是我们生命中 也要向撒旦说不的事情 这些都是小事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也只不过 对有些人来说 是迎合我喜好 或者我需要的东西 或者别人都在做 别人都在这样子行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我也有看到一些基督徒 明知道是个money game 金钱游戏 他们仍然氏足 把这个跑进去玩一些 这些的金钱游戏 到最后都会带来 别人的不幸的一种的那种经商的方式 投资一些错的东西 甚至 这些都是灰色地带 那有些人会说 朋友会嘲笑的 若我不跟他们一样 这些小事 一些的装饰 一些的暴露 或一些的行为举止 这些小事 看起来好像是没问题 是纯属我私人生活的秘密 没有伤害别人 但是这些小事呢 却常常就是撒旦 用来掳掠人心的一些的计谋 都是体贴人的 肉体的情谊 眼目的情谊 精神的骄傲 最后把你导向敬拜 假神 敬拜金钱 敬拜民意地位 这个权利 有些人会说这句话 他过于自信的说 放心啦 我不会越陷越陷了 我会及时 灵牙热马 我的意志力很强 我可以玩火 火烧不到我的 亲爱的用姊妹们 不要过度自信 圣经在以福所书 4章27节里面说到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以为自己做的 别人看不到 就没事 或者自己做的 不要做到底 只要做一点点就好了 亲爱的用姊妹们 所有的罪 都是从小罪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我要简单来讲 我们要对耶稣说是 你知道吗 我们很容易对魔鬼说不 但是那对耶稣呢 要怎么说是 首先我用今天晚上的信息 很简单来带过 就是我们怎样对耶稣说是 第一就是神的话 第二就是圣灵的引导 第三是金钱的生活 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的试探里面 他过着以耶稣 以被圣灵引导的生活 他以神的话来胜过撒旦一切的 但是更重要就是 他接下来离开旷野过后 他是怎么样过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简单来带出来 第一 神的话 神的话我用三方面来说一说 神的话是讲到信心 讲到保健 讲到分辨或者辨别 首先 神的话 如果我们对耶稣说是的话 我们需要神的话 使我们成为有信心的人 能够胜过一些苦难 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 这里说到 勿要谨守 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偏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经历这样的苦难 彼得前书至少有十次 一共有十次说到苦难 彼得前书可以说是一本 想到苦难的 胜过苦难的一本书信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彼得鼓励弟兄们 有神的话兼顾的信心 来抵挡什么 抵挡魔鬼 而且来熬过苦难的时期 很多人以为神的话 只是让你知道 关于到神 神的话 只是让你知道 关于到信心 是怎样建立起来 有些人认为 信心只是用来 得到自己想得到的 只要我信心 我祷告 神就会垂听 有部分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更重要就是 信心是帮助我们 胜过苦难的 神的话 在我们生命中 我们对耶稣说yes的时候 是的时候呢 不单单只是对他的祝福说yes 我们那也是对什么 对苦难 上帝允许我们面对的苦难说yes 我能够胜过 我能够熬过 当我缺乏的时候 我仍然能够坚守的信心 我能够拒绝撒旦给我 任何一些的试探 任何一些引诱 任何一些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的贿赂 讲到这点的话 我们今天 我们的国家里面 充满着政治的青花 跳来跳起 我们每一个人看见 这个价钱越抬越高 就能够买一个人的原则 或者甚至是把 一个的人 就是把它收买下来 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钱 只是在于你给得起 或者给不起 亲爱的兄姊妹们 请问你价值是多少 如果你身上是有个价钱 也就是说撒旦只要能够出到 那一笔钱的话 你就会妥协 撒旦只要能够给到 那一个程度的苦难 你就会放弃 撒旦只要能够产生 某一个程度的恐惧 你就会放弃 亲爱的兄姊妹们 神的话 我们要对耶稣说yes的时候 这个是包括 对神的话 有信心 使我们熬过苦难 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 原来信耶稣的道路 也有经过苦难的时候 信耶稣的道路是有代价的 我们称他为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 所以当我们说 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有信心的意思说 即使我看到我前面 面对挑战 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仍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我的神会帮助我 我知道我的神会来拯救我 我知道我受到苦难 神必会施怜悯于我 这个叫做对耶稣说yes 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也包括什么 能够抵挡仇敌的兵器 以福所书第六章17节里面说到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我们戴上头盔的时候 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头 但是当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的时候 是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能够攻击仇敌 抵挡仇敌 把所有仇敌对我们射来的剑 射来的攻击 完全把它打开 亲爱的兄弟们 神的话是帮助我们的抵挡仇敌 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所有撒旦 给他的现意的时候 他唯一胜过这些挑战的时候 是接着宣告神的话 知道神的话 他就胜过了 然后接下来 什么呢 神的话帮助我们来辨别 你知道吗 这里说到一句话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神是魂以灵 骨节以骨髓 都能赤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都能辨明 神说一句话 圣经说一句话 神的道能够把我们心思意念 一切的主义都能够把它 阐明出来或者显明出来 圣经13 在西伯来书4章13节 继续说到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 主面前的眼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骗上帝 上帝看得懂你在做什么 想些什么东西 就好像我们的小小孩子 在我们家中走动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动作 你大概就猜得到 他接下来想做些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说到 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辨别 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义 你的动机是什么 他都能把它写明出来 什么是属灵的战场 心思的战场到底是什么 心思的战场不外 不过就是 顺服神 或顺服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思的战场 就是就在那一线之差 到底要顺服神 还是顺服自己 要听神的话 还是听自己的话 很多人 他不愿意听神的话 结果他就合理化他的决定 即使他所做的不讨生许悦 即使他要做的某一个东西 是不是很对的 但是他不愿意听上帝的带领 他合理化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合理化很牵强 他就想办法找几个人 跟他说一说一下 说服对方也赞同自己的想法 结果就说别人也是认为是对的 亲爱的姊妹们 到底有没有顺服神的话 我们心中最知道的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心放下来 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好让什么东西呢 好让神能够来对我们说话 这是很重要的 有些时候我们会手上一些工作 很急着要做 最近我遇到一些事情 处理不到 一直处理来 处理不到心里的紧张 但是我就问主 主要怎么办 主就说放下来 你就敢敢放下来 就把它放下来 结果就一放放了半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半 结果今天感谢神 事情就拒绝了 在那个转回来看的 那个一个月半的时间里面 我发现那心中的交易 需要透过交透给神 而只有神知道我们心中 在想些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有一些事情 是需要神的话把它变明 有些时候我们买东西也会有这样子 我常常用这样的习惯 如果看到某个东西我很想买 我通常会拖延一天两天 甚至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过后如果我觉得 我不是那么需要用到它的话 那我就放弃买这个东西的 这个的决定 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 就透过这样的方式 等候神 问主 查验自己 就让神来带领我们 你知道你需要神的话 来光照你的心里所想的事情 第二样事情 就是圣灵的引导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引导 我们要对耶稣说是 其中一个东西是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不要 这个叫做什么 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却一直在疑惑 一直在犹豫 或者甚至的 一直在阻挡 只因为觉得奇怪 只觉得不合理 我们要常常的 让神教导我们 怎样顺着圣灵的感动 来做事 以福所书里面 四章三十节里面说到 不要什么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原来我们对耶稣说是 的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对神的圣灵 带着那种的顺服 任何东西会让圣灵担忧 任何东西会让上帝忧伤的 我们都不要去做 我们都拒绝去走在这条路上 然后第四个 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协会的就是 体贴圣灵 随从圣灵 顺着圣灵而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跟对耶稣说yes 对耶稣说是的时候 同一个时候我们也会 顺服圣灵 那这个来临的 星期三呢 我们将有这个查经班 我会和大家来分享 包括我自己的经历 更重要就是 神的话语 到底怎么说 关于到 这个神的启示 神的感动 神对我们说话的几个方式 好让我们越熟悉 越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呢 建立一个美好的生命 听圣灵声音的生命 我们呢 我们跟神就能够同行 那第四个 对不起 第三个 就是操练 敬虔的生活 操练敬虔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你看中什么 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是一个有生命 有目标的一个人 你就会做你生命中 目标的事情 很多人会把四项 OK 节目 或者是一个project 一个项目 当这是自己的 当这是什么东西呢 当这是一个 一个的 要完成的工作 但是还忘记了 他生命中最重要 最大的一个工程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这个人 要成为更像耶稣基督 很多人都会用 我能服侍多少 我能做多少 来衡量他的生命 多少人 有花时间去思考 我能不能够更像主耶稣 用这样子的前提 来过他的生活 所以提摩埃前书四章八节 他说 操练身体 衣处还少 OK 在提摩埃的 这个保罗的时代 提摩埃的时代里面 他们在大城市里面 在哥林多 在以福所中 大城市里面 而且有希腊化的那些城市 他们很强调 运动 也强调了 很多那个身体的操练 但是操练身体 衣处还少 就好像 有些人 现在的人 都很看重自己的身体的 这个造型 都会去做运动 甚至去健身 但是圣经说 操练身体 衣处还少 不是没有衣处 他的衣处还少过 敬迁 唯有敬迁 凡事都有衣处 应有今生 现在的 和来生的应许 永恒的应许 亲爱的姊妹们 保罗怎样跟提麦说呢 保罗对提麦说 人若自杰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和服主用 亦被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益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性德 仁爱 还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和平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保罗要提摩 做一样事情 第三个东西 分别自己 我们要操练 敬虚的生活 我们要先自己分别出来 只有分别自己 才不会 玷污自己 染上不对的东西 怎样分别自己呢 很简单 就是你的朋友圈 影响力的源头 你要注意你的团契 你跟谁在一起 你就会想什么东西 讲什么话 你就会追求哪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个操练敬虔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第一东西 你要对自己 有一定的挚爱 你对自己 也要有一定的目标 对你自己 在自己本身 而不只是对工作和事情 第二东西是 操练敬虔 也包括是什么东西呢 是要 就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的影响圈里面 要注意 是谁在影响着你 是你在影响着别人呢 还是别人在影响着你 是你在带着别人呢 还是别人在带着你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保罗对帖麦说 他要建立内在的品德 就是什么 跟这个清新祷告主的人 做什么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还有什么 和平 家庭这种姊妹们 建立你内在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 曾经有一个牧师讲 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 是用在 这个婚姻这件事情上 就是交友这件事情上 他用这样的比喻 这样子说 如果你站在椅子上 你要把一个人 拉上你的椅子容易吗 还是呢 你站在椅子上 别人在椅子 在地面上的人 把你拉下椅子 哪一个比较容易 用姊妹们 你想想下 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处境 你站在椅子上面 你要把你的朋友 从椅子上 从地上 拉上你的椅子 比较容易呢 还是你的朋友 在地上呢 把你从椅子上 拉下来 比较容易 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 一定是 那在地上的人 把你拉下去 是比较容易 赢朋友圈 就是这么厉害 有些人 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我有还没信主的男朋友 我女朋友 我跟他交往 我想办法 把他拉上来 事情没有想象的 那么容易 那么的简单 现在这种姊妹们 所以我们要选择 对的影响圈 想要处理好 是什么 在影响着你 免得就像这图片里面 这么多只手 在抓着你的衣服 拉着你的西装 想办法拉着你的手 把你从高处 拉下来 过境迁的生活 是一定要 在朋友圈里面 下一个很决心的功夫 我们常说 年轻人的一生 其中一个最重要 就是他朋友 你要作为一个父母的 如果你要得罪你的孩子 很容易的 你就说你朋友 他的朋友的不是 很快的 你的孩子就很生气你了 因为对一个青少年来说 对一个孩子来说 朋友很重要 我们要成为你的孩子的朋友 我们的孩子的朋友 听他们 但是帮助他们 不要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 逐渐逐渐的 你就在他们生命中 失去了影响力 你仍然要成为他们的朋友 能够来引导他们 来帮助他们 就在于我们怎样 按照他们的年龄 跟他们说话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一样事情 神要我们 对我们的生命 要负起那个责任 对耶稣说是 对撒旦说不 对撒旦说不 包括四方面 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肉体的情谊 精神的骄傲 眼目的情谊 和敬拜加神 我们对这几方面 我们一定要去胜过 我们要对撒旦说不 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对主耶稣说是 就是神话语的引导 我们一定要对耶稣说是 就是圣灵的引导 神的话语 圣灵的引导 敬倩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